契哥和契弟见面了 习近平和普京见面 讲到中俄关系升级为新时代的战略伙伴 究竟契哥吃了契弟多少呢? 当然很多啦,跟大家谈下啦 现在说习近平去到俄罗斯和普京回面 中俄领导人决定将中俄关系提升为 新时代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发新社说受制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铁碗下 习近平与契哥普京式身打造中俄身形的老衬关系 如何老衬呢? 先讲老衬再看这段报道 习近平和普京见面 见面签了两份联合声明 甚至签了一些贸易合作 再说加强全球战略稳定 发新社说普京在会后记者会上说 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普京表示俄罗斯和中国是两个国家 在联合国里面上任理事国 在众多国际问题上观点基本上一致 包括朝鲜核问题、敘利亚冲突 以及伊朗核计划 习近平说普京是最好的契哥 希望中俄传统有好关系 能够发放新光芒 习近平表示今年中俄见交70年 双方共同努力下成为当今世界大国 又说好好啊共赢的怎么办 习近平又说到什么 现在单边主义抬头啊 保护霸凌主义抬头 即是矛头说着特朗普 现在看回一件事 就是说今时今日 现在这个叫做习近平见契大哥 心情是否特别好呢 哪个心情好些呢 不用说当然普京啦 看回这里说中俄建交70周年 即习近平这么说 其实正常来说 中共当时建交是与苏共建交的 又叫做苏联建交 你可以说苏俄都可以吧 苏俄就是苏俄咯 个个都叫苏联的嘛 15个国家嘛 建交到现在苏联没了啦 俄罗斯啦 跟俄罗斯揽头揽颈啦 揽头揽颈 你看回这个叫做历史呀 看回这图片就知道啦 为什么我会拿这图出来说呢 就是说现在你看到红色那些部分呢 红色那些呢 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 放弃的中国固有领土的面积 总计是325万平方公里的嘛 是吧 所以这个契大佬吃了这个契弟是很多东西的嘛 很多的嘛 再看回啦 就这些图片出去看 就是说之前新加坡 就是魏凤凰 中共那个国防部长啊 他说台湾问题 他不惜一战呀 怎样牺牲法律 捍卫他那个领土完整的嘛 这些红色那些 你中共这样割出去 将这些地方割了给俄国 是不是要拿回这些土地先呢 这些土地大过台湾多少啊 只是大过台湾很多啦 是不是 这样 喂 现在你就是说 睁大眼说大话 是不是 经常都说 喂 卖国杂 你卖国杂啊 有几卖国呢 就知道了 是不是失益症呢 经常都说自古以来 自古以来 一寸领土不能少 经常什么少啊 那这样看回一样东西呢 来讲 即现在你看回这个叫做俄中关系呢 那你看回苏联时代嘛 苏联时代那时 即是为什么 中共当时要和美国建交呢 就是一样东西苏联嘛 苏联的军事压力实在太大嘛 那毛泽东没办法啦 就要和苏联 就要和美国建交 建交之前呢 就见了基辛格的嘛 那基辛格呢 就是毛泽东和基辛格 讲了一句话的嘛 他说当今 美国对 就是中共的威胁呢 已经减少了 他说来自 就是对中共最大的威胁呢 就是苏联 那毛泽东讲的嘛 就是说基辛格当时写的回忆律 都是意识到 就是说中共现在的处境 是极之想和美国建立一个叫做正常的关系嘛 1979年1月1日 这样美国和中共正式建交 那时毛泽东死了啦 那时邓小平 那时邓小平 那时邓小平也不是坐正的 那时是说国锋的 那再讲回啦 这个叫做 就是说这个叫做美苏冷战 那中共呢 就是一张牌 那美苏建交呢 那令到苏联呢 都打了个冷震的 是吧 那打了个冷震 你看回 苏联当时 怎么围堵中共就知道啦 在北边驻扎大军 那在南边呢 就支持越南啊 和中共开战 那越南都没怕过啦 打了十年这场战争 那到现在啦 苏联没有了啦 那苏联没有了 其实现在看回一样东西 普京 即那时美苏冷战嘛 美苏冷战 中共就是一张牌嘛 喂 现在美中冷战啊 俄国 俄国就变了一张牌啊 就变了两个国家拉拢的对象啊 随时是吧 你看回一样东西 基辛格 基辛格 中国问题专家 基辛格现在看到了 虽然他年纪大 但是他的脑仍然很清醒 看到现在中共国这样发展下去 对世界的影响极之危险 他曾经说过 他说叫美国联同俄罗斯 一起牵制中国 乱俄对着对付中共 那现在是吧 那俄罗斯就变了一张牌咯 对不对 那你看回俄罗斯 你看回不要说美国 俄罗斯里面 他经常都发表一些评论出来说 说什么呀 就说这个叫做中程导弹 即新的条约呢 就会预埋中共粉的 那中共反对呢 这些经常都是俄罗斯传媒报道出来的 甚至财减核母 都说要预埋中共粉的 那中共又是反对 又是俄罗斯传媒披露出来的 那你看回很多种种因素来说 其实俄罗斯人呢 很多人都不喜欢中共国的人的 就是中国人 不喜欢中国人的 那这里看到一件事了 那就是这个契大佬 契大佬啊 见到你现在中共国里面 被美帝围到这样 那你一定要靠契大佬 才有气头啦 等于当初苏联对付中共一样的嘛 苏联令到中共没有气头 那他就要找另一个大佬 就是美帝 照着他 那现在美帝炸他啦 那真是大乱目咯 其实说直接一点来说 俄罗斯普京当中共啊 只是北韩那样的 互相利用的 就是当北韩那样的 就是怎么当北韩那样呢 你看看中共而已嘛 中共经常打北韩牌 因为拿北韩这个党战牌 想着可以和美国谈很多东西嘛 拿多些好处的嘛 那现在这张牌打不响啦 那其实俄国当中共是北韩一样的 是想用中共这个问题 和美国谈一些利益上的东西 你猜现在俄罗斯只是和习近平谈吗 没有接触美国吗 一样的嘛 一样接触而已 我打两片牌而已 这个叫做三国关系 三国治 不用说美帝 美帝控制住局面的 是这两个契弟 契大哥和契弟 是怎样玩的呢 你看一样东西了 现在这个局面 俄罗斯当你中共是北韩 当你中共是缓冲区 当你中共是挡箭牌 当你中共是替死鬼 你中共现在这样的局面 这样的形势 甚至现在的经济下行压力那么大 内爆 支爆的情况呢 就不断增加的 银行不行的嘛 现在银行很多都说 就说很多都说 面临一个叫做 就是倒闭 失业 失业人数呢 现在你看看不说失业 失业不是说已经不是说农民工了 失业连那些 就是说读完大学那些都找不到东西做 甚至很多现在你中共里面很多什么叫做什么 数码的嘛 就是数码世界啊 就是游戏也好什么都好 就是游戏也好 就是游戏也好 那些公司都在财猿的嘛 全部都在财猿的嘛 甚至去那些什么央企啊 去那些国企啊什么企啊 都在财猿的嘛 就是这样咯 这样的环境之下 你的体制不变 就是等于自己灭亡爆炸 个人意见独立思考讲完